哈喽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批一个八字 他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老板娘 老板娘吗 女女女命啊 然后呢 他想开店做一个生意 然后他问说 可不可以呢 用他的八字来帮店取名字 其实呢 老实讲八字只是一个人的时运空间嘛 啊 时间不是空间 不好意思 是时间 是一个时间 一个时运不了 他可以知道说 你在什么大运 在走什么样的运 是官运呢 是财运呢 是应运呢 是笔节运呢 他只能够给你这种信息 然后呢 给你 不会在错误的道路 去努力失败 但是呢 他并不能说以这个八字来取你的店名的 而且呢 你开店的话 最好呢 就是就是啊 找一些 啊 好的 就是有实力的风水师去帮你的店看一看啊 这个才是 重要 才是关键 而不是说用你的八字来取名 你八字 不是万能啦 不是说什么都可以用八字来来看的 呃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粘过来问 因为六十四过 三百八十四窑里面呢 总有一个 窑呢 是你可以用来取名的 啊 比如讲说有些店名他取名叫顶 丰泰 对吗 顶 顶卦是第 五十卦 丰卦第 五十五卦 泰卦第十一卦 所以他们就用八字啊 粘卦来取名 但是呢 八字取名呢 是不靠谱的 不过八字呢 就能够给你知道你的死运 啊 走到那里 好像这位朋友的就是 现在走着五十四岁的乙卯大运了 我们来看看先 他的天干啊 这个人的 呃 本命啊 天干呢 是 戊土生心经两个 然后呢 地支呢 是生经有经克 卯木两个 两个都克死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八字的本命来看呢 就是他 是一个破财的八字 破财的八字的人呢 是不可以做生意的 因为你做生意的话 你都破财的八字 破财你怎样做生意 但是啊 很神奇啊 啊 就是 我们从这个人的三十四岁 看看起了 三十四岁 二十四岁看起 二十四岁的时候 他是走着 五 五 这个二十四岁 然后呢 三十四岁的时候呢 走着 丁 四 四十四岁的时候呢 他走着 丁 城 好 这个非常的有趣 为什么呢 因为 他 在二十四岁 开始呢 就已经 财运 已经变好了 当吴霍一来的时候 本来 克财的 变 生金克卯木的 变 卯木生 无火 克生金 财 本来两个被克 结果两个财都起来 所以二十四岁开始 他财运就会好起来 然后 到这个三十四岁呢 四生一合 本来两个金克两个木 现在呢 变做 一个金 来克一个木 还有一个木 所以呢 本来 是零的 多一个义出来 所以他财运变好 四十四岁的时候呢 城有合 本来两金克两木 现在呢 因为城土来了 把油金克掉 合掉 所以呢 变一金克一木 才又起来了 而到了五十岁的 四岁的代孕的时候呢 本来的两金克两木 现在他多一个木给你 所以呢 破财也能够做生意 所以八字呢 就是要这样看才正确 但是呢 取名呢 就不不建议了 好 所以 这个大运呢 还是走着财运的 还是不错的 啊 所以要把握 这个大运呢 因为下个大运六十岁的 六十四岁的时候呢 就是到甲银了 甲银的时候呢 是生 甲银银 克死全部的银毛木 全部克死 所以 六十四岁前 你还有财运走 啊 你就 好好把握你这个 啊 人 人生里面的 你八字里面的就是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就是四十年的财运 啊 你就好好把握吧 好吗 过了六十岁的时候 就 啊 财运就没有了 所以好好把握 好 这次的八字皮要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